我们是满族人 哦 在齐的 宫里的边啊 宫里边那是老了 让上这儿看坟了 就宣武公园这都是坟地 宣武院这都是坟地 大家好 我是紫禁城下的胡同 咱们继续走胡同看北京 这次在走访北京南城报国寺后身时呢 遇见一位北京大爷 大爷的祖上是皇宫派到此地来看坟的 聊天得知呢 宣武医院和宣武公园这一片呢 原来都是坟地 特别是说到 这里原来有一座很大的善果寺 我们一同听听大爷 介绍一下这里难得的历史记忆吧 完了这里边就是 一直到后院 前这里九个塔呢 哦这么大的 九个那个 就现在这个红楼 红楼下边是吧 哦这是您小时候都见过吧 我们这个院在这住了300年了 您啊 您啊 这院啊 我们这院啊 私人的院 我们家我们私人的院 我们跟报复寺是一个院 以前啊 您家里头啊 这是买下来的 没买当时那时候 我们是满都人 哦 在齐的 宫里的边啊 宫里边那是老了 让商店看坟来了 就宣武公园这都是坟地 宣武院这都是坟地 以前是 这是菲子坟 哦 菲子坟在这 这是宫里的菲子坟 原来这是外城 外城对对对 哦 等于宫里那会派着这边看坟地来了 老了跟退休了 没事就在这看坟地来了 哦 就这么着 原来这地方什么都没有 空的哈 嗯 以前人说那个胜的一项二项三项 那都是空地一些 没这都是坟地 坟地是吧 公园这个宣武院那一样都是 哦 都是坟地啊 啊 您小时候见过吗 呃 我小时候没见过 就没了是吧 那会儿就没了 因为那个 那乡务院他那那个 我是五五年生人 哦 五五年生人的 那个那五一年就建 就建起来了啊 完了就有公园 这就是公园了 哦 五五年时候就是公园了 哦 对 那时候把这个坟就全平了 就是种树了 明白了 哦 哦 现在就是您住这房是 是等于祖辈一直在住 对对对对 几间房间这是 原来最早就这么 就这么一个庙房 就这这这这 哦 就这旁边这个 嗯 就这这俩窗户 原来就这个一个庙房 哦 这是庙房 那边是一个院 那也是一个庙房 就是那个在里边呢 也是庙 哦 就是那个包四庙的房 啊 我们原来都走包四那个庙门 哦 从那儿啊 从那儿后院后来不是不方便 开这个门 哦 明白了 哦 以前都等于属于这个包四的地儿 对 哦 妙产没有 妙产 那好几代了已经 反正我父亲在这院生的97枚的嘛 哦 他前面我太爷的 我爷爷太爷都在这院了 都在这院 他也原来是公里的 公里的哈 哦 公里是干什么的呀 搞不懂 他们都不 就不太清楚了 太清楚了 就那辈子就不太清楚了 这边就说没盖楼的时候 您都见过吗 见过 因为现在这个北京小学 我你看我我父亲是97岁嘛 就是在这上果寺这个私塾上的学 哦 这个庙里头 那会还有私塾 啊 嗯 啊 我父亲中小 不是中小毕业的嘛 哦 现在现在现在这个就这里边基本上都没有庙了 庙的东西都没了 没了都拆 都拆 拆没了 哦 那这块这个站地是真有大的 以前那个 上果寺哈 哦 原来咱们这庙 咱一庙 你看这儿是上果寺 这是报果寺 对呀 完了蔡 蔡那是青苔寺 哦 哦蔡那也是 蔡那也是一庙 也是一庙 对 哦 那这边庙还真多 哦 后来这庙后来就就逐步全给拆了 连城墙都拆了 庙不拆了 是 没错 这就是什么呀 没有 没有明白人 没有明白人 把这组都全给全给废了 你要说这些要留着多好啊 你甭别的 你就咱们这城墙 咱们那环 对 你看 那多雄伟啊 没错 那些城墙留着 城门留着 现在了不得 了不得 哈哈哈 你看西安 西安你这留着特好 对啊 是吧 整个那个城江全留着呢 咋要留着这北京那可了不得了 那会儿的工艺 你看有那门楼子 建完了跟瘦楼似的 跟他们饿了多少年似的 不像样子 因为现在没那种工艺了 不是 没有那个用心的人了 您说这对 还真是这样 您以前做什么的 我一直就自个儿做小买饭 一直没上班吗 一直就自己干 自个儿开个公司呗 从插队回来就开干 您是插哪插队的呀 黄村 黄村那批人 离着近 回来以后就自己干了 那批好些人都自己干了 是 那会儿没得干嘛 那会儿好些人我看都是 自己干干点事是吧 我们同学都是干餐饮的 谁谁干那个呀 那那会儿您也也挣着钱了 挣点小钱 自己干自由一些 但是比较累 你那怎么也比卸火车轻声吧 那倒是 那倒是 想干干不想干不干呗 您这小地儿弄得不错 这是什么呀 这是乡母院 后门 这老头老太太呀 走着你去一条街没有 连个坐地儿都没有 挺远的 所以有话这歇会儿 这就给他们弄点 这歇会儿 您这属于一个便民驿站 工艺 我觉得挺好的 人都知道说你说胜了一下驿站 都是 都知道 老头老太都没事这坐上来 这就是天冷了 要不那什么 就蹬着全横过来 横过来能坐 那也是方便一下老人 不是 你都是街风四邻 都认识 不认识不认识的也那什么 你坐会儿 你不让人坐着 那倒是 也挺好的 您这还养点鸟不养了 现在 有 收起来 在屋里呢 瞎玩吧 也是 自己有点爱好 充实 不是 人一过来六十一退休了 就往后数天了 还真是 你老想干点什么 就没给你 没有机会给你干 那倒是 所以就自己找点乐 可不自己找点乐吗 你看 你看在日本 你看人都是退休老头开树都 他没有年轻开树都 这是什么 快递 这不刚刚 猪条 鸟绒子的条 猪片是融了吗 我记得 这老个儿几个这是 猪片买完了 都给送了 这猪条 最后一回 自己修啊 自己做哪儿 我们都玩 没什么 真好 你说这老哥也在一块 挺有意思的 这住楼 楼房就没这景了 楼房老怕谁都脏 反正我要上楼房 实在让我换拖鞋 我这么就不去了 然后你的孙儿上 都欢呼吧 你看这才是地道的北京活动风景 在这里呢 你不单长知识 还能听老北京人在一起聊聊天 感受一下北京人真正的生活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对此你有什么感受 欢迎留言评论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